据说这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也是罗曼·波兰斯基关于城市公寓恐怖电影的三部曲之一 娱乐周刊将其评为有史以来第十大最恐怖的影片 入选了美国电影学会1998年400部最佳的美国电影 而且还开启了电影中可怕的怀孕场景的传统 之后我们所熟知的《疫情》、《普罗米修斯》、《寂静之地》等等 电影中恐怖的怀孕画面都受了这部影片的影响 这就是今儿要跟大伙聊的美国恐怖片《罗斯玛丽的婴儿》 罗斯玛丽和老公凯子搬到了位于麦哈顿的某公寓 关于这个公寓有很多不强的传说 但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加上罗斯玛丽非常喜欢 虽然价格高了点小两口还是租了下来 罗斯玛丽的老公凯子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 一直想哄可就是没有机会 他们租的这套房间跟隔壁原来是一整套 但由于房间太多后来被房东用木板给隔开了 因此隔音不是太好 王德白是一位儿童小说作家 也是罗斯玛丽的好朋友 他对罗斯玛丽即将入住的这套公寓非常的了解 说过去有一位巫师曾住在那里 这个巫师和魔鬼达成了交易 后来据说还有一个婴儿死在了公寓的地窖里 总之关于这个公寓有很多黑暗的传说 虽然王德白说的阵阵有词 但小两口根本就没听进去 罗斯玛丽家的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李的妈和张大爷 由于房子不隔音 那边只要一说话这边就听得一清二楚 晚上罗斯玛丽在洗衣房认识了炮灰姐 炮灰姐以前是个不良少女 无情无故 后来被李的妈和张大爷收养了 罗斯玛丽注意到炮灰姐的脖子上 戴着一个很特殊的项链 炮灰姐说这是李的妈送给她的幸运服 圆球里放着一些不明的物质 气味闻起来怪怪的 晚上罗斯玛丽和凯兹听到 从隔壁李的妈家传来歌声 这种歌声很像是某种宗教的音乐 转过天 罗斯玛丽和老公刚走到公寓楼下 就看到炮灰姐摔死在了门口 炮灰姐自杀前还留下了一封遗书 对炮灰姐的自杀 李的妈和张大爷都显得很震惊 第二天性格活泼开朗的李的妈 就来罗斯玛丽家创门了 李的妈是个很八卦的老太 好打听事 但人非常的热情 邀请罗斯玛丽小两口晚上到家里吃饭 由于舞台剧的主要角色 被别的演员抢走了 凯兹回到家之后显得闷闷不冷 晚上罗斯玛丽和老公到李的妈家 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 席间香料甚欢 罗斯玛丽到李的妈家吃过饭 这位老太太就像狗皮膏药似的沾上了 第二天就带着楼上的胖的人 来到罗斯玛丽家传门了 两位老太太是真不见外 坐在沙发上就开始打帮衣袖花了 虽然罗斯玛丽有些不高兴 但碍于面子也不好说什么 这时候李的妈把炮灰姐曾带过的 那个幸运服送给了罗斯玛丽 说这玩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转过天凯兹接到了制片人的电话 原来之前那位跟他抢角色的演员 突然失明了 制片人希望凯兹能出演这一角色 这对凯兹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当时就满口答应了 没过几天 凯兹就急不可耐的想要跟罗斯玛丽要一个孩子 老公的这个想法很有建设性 罗斯玛丽当场就答应了 晚上小两口吃饭的时候 李大妈送来了两杯自制的穆斯 但穆斯里似乎添加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罗斯玛丽吃完不一会就晕倒了 在昏迷的过程中他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他被一个怪物给抢爆了 多日之后罗斯玛丽便发现自己怀孕了 凯兹显得非常的兴奋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隔壁的李大妈和张大爷 李大妈是个热心长 把一位著名的产科医生介绍给了罗斯玛丽 为了保佑自己的孩子能顺利出生 罗斯玛丽带上了李大妈送给他的那个幸运服 这位大胡子医生看上去很有经验 为罗斯玛丽特制了一种草药汁 叮嘱罗斯玛丽必须每天都喝一杯 但罗斯玛丽跟别的孕妇的情况似乎不太一样 不仅经常肚子疼 而且整个人也越来越调手 罗斯玛丽那位作家朋友王大白觉得有些不正常 向罗斯玛丽询问了最近的一些情况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凯兹在不该回来的时候回来了 王大白临走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一只手套找不到 一天晚上王大白突然打来电话 说自己查到了一些信息 约罗斯玛丽第二天在某大厦门口见面 第二天罗斯玛丽来到约定的地点 可等了半天也不见王大白出现 他给王大白打电话 得知王大白突然得疾病住院了 罗斯玛丽决定在家里开一个派对 邀请他的朋友过来玩 李淡妈也想参加 但是被罗斯玛丽婉言拒绝了 还有李淡妈每天送来的那杯草药汁 罗斯玛丽觉得这玩意有问题再也不愿喝 晚上的派对开得很成功 罗斯玛丽的一些朋友都觉得他有些不对劲 建议他还是在找别的医生检查检查 可当罗斯玛丽把自己想换医生的想法告诉凯子之后 凯子显得非常的暴躁 转过天罗斯玛丽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他的好朋友王大白去世 参加完王大白的葬礼 罗斯玛丽收到了王大白突然转交给他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关于巫师的书籍 罗斯玛丽按照王大白给出的提示开始拼写 最后竟意外的拼出了隔壁张大爷的名字 原来这个张大爷居然是多年前曾住在这里的巫师的儿子 罗斯玛丽怀疑张大爷也是崇拜撒旦的巫师 决定今后不再跟李淡妈和张大爷来往 但凯子似乎站在了李淡妈和张大爷那边 认为罗斯玛丽纯粹是捕风捉影 而且还把那本书给藏了起来 罗斯玛丽又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大胡子一声 大胡子一声说张大爷得了绝症了 为了在临死前不留下遗憾 他们老两口过几天就要环游世界了 周日的上午李淡妈和张大爷出发了 这样罗斯玛丽感觉轻松了不少 为了查出这项 罗斯玛丽到书店又买了一本书 并丢掉了李淡妈送给他的信用符 罗斯玛丽急忙给那位失明的演员打了一电话 得知这位演员在失明之前 曾和凯子互换过领带 此时罗斯玛丽意识到 自己的老公很可能已经被李淡妈和张大爷收买了 他急忙提着箱子去找大胡子一声 可护士的一番话让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原来幸运符里的那种奇怪的气味 护士在大胡子一声身上也闻到过 这就说明大胡子一声跟李淡妈和张大爷是一伙的 罗斯玛丽急忙离开 并找到了最初为自己检查身体的年轻一声 罗斯玛丽认为自己的老公加入了李淡妈和张大爷的邪教组织 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笔交易 邪教组织利用无数帮他老公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作为回报 他老公会把他即将出生的孩子交给邪教组织 罗斯玛丽还举出了两个实例 那位跟他老公抢角色的演员和他的好朋友王德白 那位演员之所以失明 是因为他老公拿了演员的领带让巫师们下了诅咒 而王德白由于发现了邪教组织的阴谋 因此他老公偷了王德白的手套 最后邪教组织利用手套把王德白搞死了 虽然罗斯玛丽分析的既诊密又合情恶理 但听完罗斯玛丽的讲述之后 年轻一生认为他可能在精神上也越不正常 趁着罗斯玛丽睡着的时候 年轻一生把大胡子一生和凯子叫了过来 罗斯玛丽被迫跟着大胡子一生和老公回到了家 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他开始了反抗 但对方人多事助很快就把他给制服了 经过这么一折腾罗斯玛丽眼瞅着就要生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大胡子一生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 但罗斯玛丽根本就不信 他认为孩子肯定是被邪教组织给抢走了 晚上当罗斯玛丽正在看电视的时候 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他打开衣柜的隔板走进了李德玛家 看到所有的邪教人员全都到齐了 李德玛和张大爷也根本没有出过旅游 看着摇篮里自己所生的孩子 罗斯玛丽吓得是魂不附体 这时候张大爷说出了真相 原来这个崇拜撒旦的邪教组织 一直在物色一位能替撒旦生孩子的女人 李德玛和张大爷当初收养炮灰姐的本意 是希望炮灰姐能够替撒旦生孩子 但炮灰姐不愿屈服跳楼自杀了 后来邪教组织又盯上了罗斯玛丽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收买了罗斯玛丽的老公 而凯子为了自己的事业居然还答应了 听了这帮人的介绍 罗斯玛丽彻底崩溃 但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 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孩子 影片根据艾莱雷文的同名小说改编 在小说的结尾 罗斯玛丽曾考虑过干掉这个孩子然后自杀 就像刚开始炮灰姐那样 而且他还想过向教皇和范蒂冈汇报这件事 让教会处理这个孩子 但这种心理活动电影却没有办法展现 关于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也挺有意思 影片筹备阶段 曾有人推荐杰克·尼克尔森 来饰演罗斯玛丽的老公这些角色 但罗曼·波兰斯基认为尼克尔森 看起来过于的邪恶 令他无法接受 不过两人在1974年终于有了合作 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唐人街》 影片中饰演李德曼的《路斯·戈登》 凭借此片获得了第41届奥斯卡最佳女配 罗斯玛丽在车流前横过马路的场景是真实的 当时罗曼·波兰斯基手持相机就跟在后边 电影开头炮灰姐跳楼的位置 距离约翰·列农被杀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 而且关于炮灰姐到底是自杀还是她杀 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 但更多的人倾向于是被邪教组织杀害并伪装成自杀 影片中把罗斯玛丽剪成短发的托尼老师 的确是维达沙轩本人 这是唯一一部以华尔森为主题曲的恐怖电影 被列入了死前避看的1001部电影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